台立法院长在美演讲呼吁重视中共全球威胁 美国之一5月17号报道 中共对台湾不断加大的军事威胁是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 台湾立法院院长尤希昆本周二在华盛顿公开演讲中表示 台湾不是中共的终极目标 而是他征服世界的踏脚石 尤希昆在演讲时强调美国对全球民主与世界安全的重要作用 并呼吁美国继续在全球守护文明与普世价值 积极关心中共国14亿人民的人权 尤希昆说台湾不是中共终极目的地 中共的目标是欧美是全球 是要成为世界帝国 他说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当局野心勃勃 推动一带一路碎形战狼外交 没收香港一国两制 与普京达成共推百年变局等一系列作为 其改变既有国际秩序的意图已毫不掩饰 尤希昆呼吁国际社会 正是中共为全球带来的威胁 并指出 如果现在我们不正视中共威胁 那么等待我们的恐怕将是全球人类的黑暗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